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突发脑溢血而早早地离开了我 老伴刚去世那会儿 我天天都在家里以泪洗面 我怀念和老伴在一起生活的每一天 怀念老伴对我的好 怀念老伴关心我 爱护我 和我说说笑笑的日子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 所有的美好就离我而去 我每天都待在家里闷闷不乐 没有了老伴的陪伴 我整天都吃不香睡不着的 感觉活着没一点意思 有一次我出门溜弯的时候 发现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养生馆 养生馆里正在做活动 每一位进店的老人 都可以免费体验一次一气理疗 我好奇地走进店里 一位三十多岁的店员立刻迎了上来 他问我身体哪里不舒服 我说哪里都舒服 就是心情不大好 店员了解到我老伴刚去世不久 于是就对我格外的关心 我在一气上礼疗的时候 他陪着我说了老半天的话 让我的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聊天的快乐 所以非常的开心 那天我走出店门的时候 店员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让我常来 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感觉吃饭香了 睡觉踏实了 精神头也足了 第二天早上 我刚刚起床 就接到店员打来的电话 邀请我去店子里做理疗 我吃过早饭就过去了 这一次 店员比上次还要热情 他给我泡了热茶 还叫我王爸爸 让我非常感动 那天 在店员的引导下 我花了一万多块钱 买了一个足部按摩仪 店员告诉我 只要每天坚持使用足部按摩仪 就能够有效地改善我的睡眠 不知道是因为白天和店员聊得太开心 还是足部按摩仪确实有奇效 那天晚上 我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并且一觉睡到自然醒 自此之后 我就特别信任那个店员 他让我买什么 我就买什么 直到在那个垫子里 买了四十多万块钱的产品 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告诉我 那些产品全都是三无产品 根本不值什么钱 我不相信 儿子就带着我去了店里 当着我的面 让店员将产品的合格证拿出来给他看 店员说合格证在店长那里 店长今天不在店子里 让我们明天再过来 当我们第二天去店里的时候 发现早就人去楼空 一夜之间 店里全部被搬空 只剩下一间空空的屋子 这时我才相信自己真的上当了 我花了四十多万块钱买回来的电子产品 现在全都成了废品 搁置在家里 由于是三无产品 为了安全 我不敢再继续使用它们 如今我一看到堆了满屋子的三无产品 就感到闹心 四十多万块钱 对于我这样的公信阶层来说 不是小数 如果早知道会上当受骗 我还不如将四十多万 给儿子提前还房贷 还能够给儿子减轻不少的经济压力 如今我特别后悔 后悔当初不应该去养生馆 如果我没有去养生馆 就不会有后续这所有的麻烦事情 二 讲述人赵阿姨 我今年五十八岁 退休已经八年 在我退休的前几年 由于要帮儿子带孩子 所以一直没有时间享受生活 自从一年前 我的孙子上幼儿园之后 我才终于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打麻将 但那时候的我要工作 要照顾家庭 所以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 才能玩上几把 过一过麻将椅 自从我的孙子上幼儿园之后 我就重新坐到了麻将桌上 并且一坐就是一天 以前我每天早上都会去早锻炼 自从迷上打麻将之后 我不仅放弃了早锻炼 就连饭都懒得做 将家务事全部都推给了老伴 老伴因为我打麻将不着家的事情 三天两头和我吵架 即使是这样 我也没有放弃打麻将的爱好 老伴很生气 于是就赌气拿回了自己的退休金存折 即使老伴不给我钱 我也丝毫不在意 反正我有退休金 足够我打麻将的花销 我打麻将总是输多赢少 即使我偶尔赢了钱 由于钱来得太容易 所以很快就被我花掉 就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一年之后 我一盘账 发现我一年的退休金全都输出去了 这时候我才感到后悔 后悔自己打麻将输了那么多的钱 由于我整天都趴在麻将桌上 导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如今我可谓是一身的病 我不仅得了三高 还有严重的腰椎和颈椎病 我每个月吃药的钱都不少 还成天都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自从我将一年的退休金 输得一分不胜 还把自己弄得一身病之后 以前对我百依百顺的老伴 现在对我再也没有了好脸色 现在我正在努力修复和老伴之间的感情 我发誓要戒掉麻将椅 希望老伴能够既往不救 和我好好共度后半生 三 刘大爷 我今年六十三岁 退休已经有三年时间 自从我退休之后 就迷上了跳交易舞 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 就是跳交易舞 我喜欢听着好听的歌曲 在舞厅的中央翩翩起舞 那时候就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是我最开心的时光 退休后的我 由于有了大把的时间 于是就天天往舞厅跑 老伴自己不喜欢跳舞 他还总是管着我 不让我去舞厅跳舞 他说一个大男人 整天和女人搂在一起跳舞 难免会心缘一马 会犯男女之间的错误 我觉得老伴的想法太肤浅 我跳舞并不是想要和女人 发生什么事情 我只是单纯地享受 跳舞的乐趣而已 每次老伴拦着我 不让我去舞厅跳舞的时候 我都会对他使用武力 直到他不敢再管我为止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由于我经常去舞厅跳舞 于是就被一个 风骚的女人盯上了 她认为我是一个 有钱的退休老头 于是就被有用心地接近我 套去我的钱财 那个女人非常有手腕 我很快就败倒在 她的石榴裙下 成为了她流动的取款机 她只要自己没钱花 我就会慷慨解囊 在三年的时间里 我足足为她花了三十多万 直到老伴发现 家里的存款少了 我和她才不得不分手 如今老伴天天 都在家里拿我泄愤 她动不动就扇我巴掌 还骂我又老又蠢 即使是这样 我也不敢还手 因为我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 老伴都告诉了儿子 只要我对老伴动手 儿子就不会轻饶我 所以我只能忍受着 忍受着老伴对我的各种折磨 如果早知道一时的欢愉 会造成后半生几十年的痛苦 我宁愿不要这短暂的欢愉 选择和老伴好好过日子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我绝对不会去舞厅跳舞 因为舞厅里的环境太暧昧 男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定性 却很难守住自己的初心 结束雨 人到晚年 那些挂羊头卖狗肉 卖丧物产品的养生馆 千万不要去 以免花了钱还给自己带来祸端 麻将馆那种地方 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吧 以免输了钱还伤害了身体 当我们老了 舞厅那种地方要少去 以免定力不够 丢了晚节 人到晚年 我们要多陪伴家人 充分地享受天伦之乐 我们要勤锻炼身体 多养生 做一些修心养性的事情 我们要学会 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 人生越简单 也就越自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